好外好外,全台接官,废物大利用了。 过去8年,蔡英文政府执政,共成立了45个所谓的办公室,国家队或委员会。 赖清德总统,今日就职满月,不仅没取消,还宣布在总统府,增设气候变迁,健康台湾,全民防卫三大委员会。 那估计有人要问了,气候变迁主管机关不是环境部吗? 健康台湾的主管机关不是卫福部吗? 全民防卫主管机关不是内政部和国防部吗? 目前,行政体系之下都有相应的主管机关,又要再成立三大委员会,岂不是谍床嫁屋? 这你各位就不懂了吧? 如果这样说,那以前有疫苗国家队也没做出疫苗,现在有打炸国家队,结果诈骗,却越来越多。 委员会成立后,做什么不重要,重要的是要安插自己的人选,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田。 那睡前这么多不用也太可惜了,用国家的公帑来养一堆自家人,没位置也可以找位置,还怕没关当。